这两年可以说是NAS扎多发布的大年 那么除了一些新势力的厂家之外 行业的两大巨头 它也没闲着 那么今天就带着大家了解一下 一个老牌的传奇NAS品牌的一个新产品 QNAP的QU805系列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金水神技能 我是带大家玩NAS的金水 本次微联通一口气推出了多款新品 405、605和805这三款新品 新产品除了硬件升级以外 它的命名方式也有了微妙的变化 其中以QUN05代表机型系列 以及盘位的数量 金水这次拿到的就是QU80516G的一台 搭载英特尔N355的处理器 标配16G内存的8盘位机型 得益于它强劲的CPU 本次QU805抢先支持了西洁库郎的30T的机械硬盘 8个机械盘位加两个SSD理论最大支持256TB 好 我们先看一下外观 大家可以看到这次NAS的本体是全塑料的材质 还是传统的两段式设计加双风扇散热 对于一个8盘位来说 它的尺寸还真的是比较小小的 28.5×21.7×17左右 这个大小相比DIY的NAS真的是要小的不少 我们把它放到桌面上基本也不怎么占地方 正面的8个硬盘脱架带锁扣可以有效的防止误触 硬盘的脱架同样是塑料材质 兼容3.5英寸和2.5英寸 大家可以看到它带了4个缓冲的胶垫 它可以非常好的抑制硬盘的振动 安装起来也非常简单 打开两边的锁扣 那么我们放入硬盘 对准两侧的螺丝孔位 然后再按上这两个卡扣就完成了 整体的安装体验还是相对比较方便的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左侧 有电源和网络以及硬盘的双色指示灯 红白双色运行故障一目了然 下面是一个10GB的Type-C的接口 再往下是一个祖传的快速拷贝的按键 可以通过HBS实现一键拷贝USB设备里的内容 最下面这个就是一个电源的开键扭了 机身的背部整体的布局也非常之规整 背面两个14毫米的风扇 一个HDMI2.1的接口 支持4K60P的影音输出 两个2.5G的RJ45的网口 支持链路聚合和SNB多通道 双路合并可以实现5GB的带宽 两个USB3.2GIN2 10G的A口 一个DC的电源接口 虽然没有PCIe的扩展开口 但是满足日常的需求还是非常足够的 由于精水技次收到的算是工程样机 它是没有一个包装的 那么除了机器本体之后 它配件盒里还带了一个12V 12.5V 150W的电源 另外还有一个网线 两个NVME的散热马甲 一个保修卡 好 我们去掉背部的6颗螺丝 我们就可以把外壳轻轻往后一推 那么就可以轻松的去掉外壳了 大家可以看到它顶部有两个M.2的NVME的接口 这两个接口是PCIe 3.0X1的速度 最大支持2280的尺寸 主板位于框架的左侧 可以看到一个DDR5的内存的插槽 CPU上面覆盖有铝制的散热器片 并没有独立的CPU散热风扇 整体的结构非常之紧凑 在这么小的空间下 能放下8个硬盘已经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全新的外观和风道的设计 金水觉得还是挺新颖的 小伙伴们觉得怎么样呢 这次的产品凯用了2015年QA季度发布的 英特尔最新的N系列的酷睿i3 N355 这个CPU属于N305的升级产品 8核8线程最大锐频3.9GHz TDP只有15W 捏存支持DDR5-4800MHz 搭配了一个32EU的核显单元 最大频率1.35G QO850让我觉得有意思的是 它作为一个入门定位的8盘位的NAS 它不但拥有了企业级的硬件的配置 而且它还支持QTS和QTS Hero双系统 我们可以在系统安装的时候 你就选择你是安装QTS还是QTS Hero 这两个系统其实最大的区别 就是QTS是针对普通用户的 QTS Hero是作为QNAP企业级NAS的一个标配 它标配了安全性更高的ZFS文件系统 而且它还加入了对独立显卡的直通的支持 对于要求更加专业的NAS用户就更加的友好 大家可以在这里看到RAID 0、RAID 5和RAID 6的组合 实际上它是对应ZFS文件系统的Stripe条带式 RAID Z以及RAID Z2 我们还可以通过SMB 3.0多通道 实现超过2.5G带宽的传输效果 软件方面 威连同这次也做了不少的更新 上架了MCP AI助手 可以使用自然语言对话式的完成管理任务 文件系统也升级到了6.0 重构了UI操作系统也更加的流畅 新增加了媒体的浏览器 支持了更多的H265的压缩格式的缩略图等等等等 由于这次金水的时间非常紧张 后续详细体验了之后再给大家详细的说明 这次全新的8分位NAS 它们同心设计的外观以及风道 整体还是非常给力的 室温29度的环境下 在没有CPU独立散热的情况下 它的系统温度还是可以保持在38度左右 机线硬盘42度 MVME只有44度 这个温度基本上都在一个非常凉快的工作状态 而且此时的风扇转速只有1000多转 造型控制也是非常不错的 只有40多分贝 只要你不是跟我一样用那种炒豆子的硬盘 你甚至可以把它直接放到你的桌面上 本次维莲同一口气推出了三款NAS新品 前几层这次发布会大家都可以看到 老牌的NAS厂家一出手 实力果然是不同方向 N355的性能足够的详尽 而且有更低的功耗 双2.5G网口不但有不错的传输速度 也可以给更多的设备访问留够足够的荣誉 看到这个产品相信我们不难看出一个老牌NAS厂家的初心 它给我们传递的就是做好NAS的本质工作 加最佳的用户体验的核心理念 那么我相信如果它的价格合适一定是会受到专业用户的喜好的一款 热销的多盘位产品 不知道屏幕面前的小伙伴是不是跟我一样 喜欢呢 那么今天的内容就先到这里 希望可以在你选择NAS的时候给你一些些的帮助 感谢大家的点赞评论转发 感谢大家的收看金水神机能 我是金水 咱们再见